英國 梵高的一幅油畫作品原來背後隱藏了他的自畫像 在137年後終於由專家以X光檢測發現 蘇格蘭國家美術館星期四表示 在梵高的一幅畫作《Head of a Pleasant Woman》後 發現一幅此前不為人知的自畫像 這幅梵高畫作會製於1885年即是梵高離世之前5年 X光檢測顯示這幅油畫下出現一位蓄有鬍鬚 帶有圍巾的男子畫像 和梵高在1888年完成的著名畫作 戴灰尖帽的自畫像類似 明顯就是梵高本人 專家相信X光發現的是他早期開始畫自畫像時所會製的 他以反轉畫布並在另一面會畫以節省金錢而聞名 目前The Head of the Pleasant Woman以及X光版本的自畫像 將於7月30日至11月13日在蘇格蘭國家畫廊進行展出 蘇格蘭國家畫廊教授Francis Farrell表示 他們非常興奮分享這個發現 梵高是全球其中一位最重要以及最受歡迎的藝術家 這幅不為人知的作品 是蘇格蘭一份了不起的禮物 他們將永遠好好保存它 畫廊的畫作修復專家Leslie Stevenson 即是說 這是重要的發現 令他們對梵高的一生有更多的了解 他現在正在評估怎樣在不傷害The Head of the Pleasant Woman的情況下 去除膠水和指板 相信經過仔細的修復之後 可以將兩張畫作分開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